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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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过红白喜事 宝丁富尔的 你得有浓郁的当地的地域特色 你共性基于个性之中 行 那咱就这么聊吧 咱就这么开聊吧 扑哥 跟咱饭桌上一样 该看谁说话你就看谁说话 不好意思 我得先念一个广告 再开始 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本节目由给你深度好睡眠的喜临门床店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看到这两位那是什么心情啊扑哥 扑老师 咱们光复老爷子老师 我都不好意思介绍您的年龄 因为真是没见过这么嫩的 看着光复老师能有好睡眠 是 你肯定睡眠好 你才能这么年轻 他曾经跟我叫叔 对 他管你 我大你六岁吧 我七十六 就是 就那时候我还上学呢 我爸说 学快板找李光复老师 李光复老师 就把我带到了仁义三楼 黑乎乎的没开灯的三楼发言厅 他一会儿进来了 就要打快板 踏踏地踏地还得转板 学完了以后跑到学员队演出去了 那时候人家是工作的 你算学员吗 也是 那个时候学员已经毕业了 已经都到干校了 所以李老师号称是仁义的这个老青年 他是最早的学员队呢 您都不够那个15岁的标准 我 13岁 对 就进了 跟人家降嘴才进来了 而且我觉得他在仁义绝对 仁义个个都是人物啊 但是您这个人物啊 生动地表现出这仁义从生活里来 这 光复老师是什么的 能当医生 知道吗 早年做小买卖 说是这个 第一个做小买卖他 然后谁都没有汽车呢 他有一大发 嘿 大发开到什么程度呢 那排气管子都拖了地了 还开呢 说错了 不是 油箱拖了地了 油箱 但是我看那排气管子在那大了这 第一个有汽车 有汽车 还倒 不是倒 卖复引机 我听说 后来还修理 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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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活 反正 我们家亲戚 他是 感觉台风的 弄潮儿 港商 你身弄潮儿吗 改革开放 初期 这相反面 走向社会 走向生活 你刚才讲 我是北京 第一家 算个体吧 其实那照不是我的 是我妈的 这个 办公设备 什么 嘉能 李光 这些几大复印机 都跟我有关系 我们家那个亲戚是 怎么说呢 就是复印机的大中华区的总代理 他在香港 然后引进大陆 在华夏大厦把我叫去了 说我卖这机器 我说你这什么呀 这叫日语 叫Cobie Key 说你一样的报纸网里 插出了一样的报纸 我说你这一张成本多少钱呢 成本 一块钱了 我说一块钱呢 你卖不了 为什么卖不了呢 我说你是我们工资多少钱吗 我们工资38块5 你雇一个人 给你一天抄一篇 差不多就这成本 我还这观念呢 所以你像刚才 这李老师说 你比如他演戏 演医生 他不用演啊 生活中来 生活中来 甚至您当年 因为您算是小鬼 是吧 人一老一辈的 他说当年 跟那个余世之院长 都把余世之院长 说聊切会 给问愣了 说体验生活 是吧 我是在那个 后台我刚说的 大镜子那 跟余世之家聊起来了 我说您啊 这个当官少干点事 因为他已经 当地域副院长了 我说您多演点戏 给后人留下点形象 这个多好啊 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这个 嗯 嗯 就是他 他他他他 他他没没办法 都组织上让我干呢 哈哈 哈哈 人是戏上身了 哈哈 我我我说是 但是那您就脱离生活了 我说您比如说 您过去说卖茶 这个我们都不如您 现在我说您知道 什么叫切会吗 嗯 他他他说什么叫切会呀 哈哈哈哈 哎呦 我我说 他原来只知道 茶琴仙富不好听 哎 演茶馆的 现在人切会不懂了 他才不懂 我就跟他讲了半天 怎么切会 因为我有生活了 我不是说我切人家 是我体验生活 当警察 哦 跟着警察 专门抓过切会的 嘿 那是怎么切呢 他们把这个人带走了以后 突然我收拾车 有这么一达子 嗯 一块美金 一打子拿皮筋勒着 嗯 他切是那么切 嗯 他上面那一张是一摆的 他那手灵结了 手活 他切的 这多少钱 啪啪啪啪啪 一数 一万啊 拿过去了 等你拿回来 又数了一遍 哎 对 他说 哎不对 他又拿回来了 当着你的面 说 我好像多给你一张 能不能 是吗 那那那那 咱咱叔叔 啪啪啪啪 哦 对对对 是一摆帐 又给你了 换过来了 哎呦 我听这个太有体会了 我就是受害者 手特别快 哎 就像现在那个魔术师 变扑克牌子 让你看着 你就想象不到 你怎么给他变出 他给你变出 所以你这个仁义的演员 为什么在舞台上 他就这个活连活现呢 哎 扑克 我看这个仁义的材料 咱们都讲体验生活 但是好像仁义的这个老讲究啊 这个体验生活深度格外不一样 有时候甚至到了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个程度 但是不能把它说绝了 很多角色的 很多很多记忆中的人 慢慢慢慢叠加在一起 化成剧本中所写的那个人的可能性 然后再加上你个人生命中间的一些品性 然后性格也好啊 你自己习惯和趣好的那种 反正就是性格 必须得一种符合状态的 你要直奔着找不着 吃了很多亏 我演白鹿园 对 也去下生活 跑到西安的园上 瞪着眼睛看见农民 像他们那样吧 你就新时代的农民也没有白鹿园什么样 我就完全不知道 找不着北的 就待那么五天 烈日炎炎天天下地 跟那农民干活也好啊 跑人家采访也好啊 在人家做饭 五六人分一家 然后到时候给人钱啊 赶面吃 反正跟人接触 接触半天 突然间 找不着演白鹿园的感觉 白鹿园是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主 持守着农业文化 是吧 我们这种 这种 渊源的这种 比如说这种家族文化 世俗 或者是乡绅文化 极一身的一个 你说是封建吗 它带有封建色彩 你说它带有中国人的这种文化 传统文化流现的那个 最宝贵的东西也有 都有 你瞪着眼 到现在的农村哪找去 但是我突然就发现 这我的模特就在对面 还找啥呀 谁呀 就是陈忠师 你按陈忠师来就画 这个巧 喝着酒 陈忠师就抽着烟 你就记得他那耿耿的 多一句话不说 没有奉承话 就是跟你特别朴实 承受你一切 然后他自己的 他完全知道 我应该做什么 不做什么 你说的话什么意思 我不回答你 但是我完全都 这多好啊 陈忠师那个脸 像这个有雕塑感一样 的那种线 所谓的心像也好 就是演员创作中 有一个 找到那种样子 我说还找啥呀 就是他呀 跟陈忠师 那就开始注意他 然后演出的时候会想到他 你不偏不倚的那个 我反正慢慢慢慢就具体了 第一力地撞蒋 梦然发现的北路炮锅的地方 每秒忽然参告了 说话也要来找人物的 我之前 但是有时候直奔不行 我看郑荣老师有个回忆 就讲那个 就是蒋焦俊宁导演 当时倒那个龙须沟 大家去体验生活 他说他要找一个先进性的 那个农民代表 然后焦导就跟他说 你瞪着眼睛找先进性 是找不到的 你只能先看他们的生活 他说你搬砖的 做泥瓦的 首先你这个 就五个手指是并不拢的 你要去看这些细节去感受 然后包括在这舞台上演的时候 先把一些砖头放在这个舞台上 让演员踮着脚 就体验他们是在泥泞中的那种生活 就你先从这种感受开始 那像您比如说您演李白 就更没有真正那种生活去体验了 对 体验生活实际上 还是演员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力的 这种他自己的那种能力 同时他要借鉴好多好多 你比如说林连坤老师 厉害在哪呢 他是后进剧组的 但是他第一天还拿了剧本呢 就跟着大战伙 别人都有脱本了 都已经有戏了 他来演长棍 第二天那本可以不大拿了 他突然间 那大道台词他突然间就说了说了 就找那桌子脚 就在往那一一一说 哎呦 他说那个那舞台上形象一见就活了 就是唐头是很累的 等到这个把客人全送走了几个小时之后 一块聊聊天的时候 他又是唐 他一定得找一个最舒服的 最能够歇自己的形态 把这台词说出来 他这生活是来自于想象的 他可能也干 他家也是富裕人家 林老师他们家 打仇装 开茶叶装 他小时候不会是吃午苦 但他见过 他在理解剧本和理解人物的想象力 想到他这时候是累的 说这些台词 虽然说得津津乐道 但是他累 他就找到了这么一个 支着桌子脚的这个 再跟你说 他就生活 你说生活是他底焉的吗 他是想象的 这是画出来的 理解和想象力 他要有这种 这是适合做演员的 他会开发自己的想象力 所以这一下又让我们想起 就一说起仁义 当然现在我们就是看您 甚至我们期待年轻人了 但是实际上永远忘不了的 是你们提到的这些 这简直就是 我觉得李老师 早就听说您特神 刚才我看着点端倪 您给我们来一处 您能学几个人 用这种方式我们来怀念一下 咱们仁义的老前辈 您能学于是之 能学正容 比如说蓝天野 蓝天野就跟我说过 我的画 比戏好 画比戏好 他是那个国立一专 16年47年上过两个国立一专 他是李虎禅的学生 李虎禅是地下党 他也是地下党 中国美术馆三次个人画的 这个好像是 起码在演员里都没有 这什么样的修养 再给我们学学 再学 你说这仨人碰哪一块 要打乒乓球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画成那个人物 说在食堂 于是之要见着正容了 他老是吃饱了没有 老是说吃饱了 他俩打球去 他打就打 他们俩前面要走 蓝天野说 我给当裁判 于是就上了这四楼了 拿着他的鱼 正容说 我木发球 给你发 我木欺负你 这 于是拿球 他 我给你发一个上拳球 哎哎哎哎 腰出去了 哈哈哈哈 他如果不来 他我再发一个 那个 正容说 冰来将打 水来土打 水来土打 你发吧 他冰来将打 水来土打 他你脑子里根本就没那水 那水了 你拿什么打 他就接着这个 哎哎呀呀出去了 二比零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医生 这他就一个人 这首戏就出来了 这个是因为他们生活中 也是那么有个性的人 就你要把他的特点 给他夸张出来 他也不绝对是这样 你要给他给 这这太绝了 就是我们有时候老说吧 人家就说 这个呛舞的肢体语言 人家有功夫 得练功是吧 压腿 说这个唱歌的呢 嗓子得好 叫你共鸣 那你们这个演画 剧演影式的 你们这个功夫在哪啊 对呀 我就在您刚才这就看出来了 我说这叫树形 这个我能把我变成那个人 最重要的不是说外形 变成那个人 而是从他的心理状态 以至于更深入的价值 取向等等 完全变成哪一个人 在这个时候 你再说话 再动作 就是那个人了 你想不那么动都不行了 这个变是不是要通过一个 对这个人 好像一个整个世界的塑造 因为我看比如说 像这个焦俊导演 当年他们就是说 你要演一个小人物也好 你得把他的整个生活 你得自己写他的日记 以他的感觉写日记 老舍先生就说 我的笔下的每一个人物 我都能给他们开出八字来 算出命来 算出命来 那么导演呢 也是这样 把这些给他组合在一起 就是说剧本是一度创造 有人说演出是二度创造 我说还有一个三度创造 就是演员是三度创造 就是我常常说 就是这个每一个角色里 都有我的生活态度 他已经不是原来的 文字上剧本的那个人物了 我的理解 还有我在此时 我这个历史阶段 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就都在里面了 这个为什么说千锤百炼呢 我刚才在开始之前 我还跟两位说呢 我说这个一个茶馆啊 就有点像中国的 这个经典小说 红楼梦 能让很多中国人 在自己的生活经历 甚至是自己开店 办企业 婚姻家庭 你都能在那个里边 找到自己 所以啊 就刚才这个蒲哥 开了个头 我特想让您说 茶馆里有一种意思 我以前没看出来 就说怎么着 说这人 坏人越来越年轻 就是喜欢茶馆 喜欢看茶馆 除了这些演员 演得好之外 焦先生把它组织得很好之外 特别是第一部 然后其实在文学上的 老舍先生的 他对 特别对经济地区文化 京兴的语言 北京语言的 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他特有的北京人的那种 智慧 而且还有个脚筋 超级的坏 绕着脖子 让你听不出来 其实我损你了 拐着帮大言 那点厉害 那点语言特色 老舍先生琢磨的 全都在茶馆中 可能找到很多 比如说 你比如说 在咱们包院 一月 每月的头一天 收钱来 收你的保护费 黑社会收保护费 你得断多少钱 那就看你 那点意思了 您别把那点意思弄成 不好意思 他就横上了 能给多少给多少 但是我不直说 但是我不直说我要多少钱 你别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得嘞得嘞对嘞对嘞 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 我也忘不了 您二位这档子事 都不直说 他的语言绕着呢 但说的都是 都是一个事 而且都挨着马说 但都是绕着的 他的邂逅语 他的那种比喻 或者是那种形容 等等的文法 那您说 现在按照国家教委的 那个语文课的那文法 叫不出来的 它是老百姓生活中间 怎么就形成的那个 我不直说 但是你得明白 明白 我明白 他是那种感觉 老舍还有一种 他大幽默和大 大幽默往往 反映在他 作为讽刺语言 特别是相声上 然后咱们取义里面 这 这 京剧界 或者戏剧界 说话也 大概都有这种味道 对 老舍先生还写相声呢 所以是刚才你说的 这个 这个剧本 你刚才说的这个剧本的 大幽默 大讽刺 就在于 写这些坏的 这些三角 酒流 各色人等 是越来越年轻 怎么说 第一幕 他们都是 都是老糟糠一般的 在挣扎着 然后到了 有的是 这一幕是老 下一幕就是 小刘麻子 变成三幕的 小糖铁嘴 小刘麻子 哎 他就越来越年轻 坏的人是越来越年轻 这是多大的一个讽刺 他代表着 这种老百姓的那种 善良 诚实 然后 是王掌柜的 秦二爷 十爷救国的秦二爷 还有 耿耿 直肠的 肠四爷 所以他们 他们到了三幕就老了 垂垂老矣 不知道为什么 又会在这个茶馆 王掌柜的觉得 要被这个 沈处长 要霸占我的茶馆 他们 他把 赶紧把孩子什么都送走 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 这 那俩老 老友来了 哎 然后 最后撒纸钱 尝一口花生米 拿着块来上吊 这是好人 不得好报 越来越完 这个戏的讽刺性 在中国演了这么多场 没被解读 跑到欧洲演出 人家欧洲 报纸解读了 哦 看了你们的茶馆 我们懂得了中国 为什么会发生革命 哦 对啊 这个社会从戊戌开始 对 一直到 到了这个 民国时期的那种战乱 到了 再到4849年 这个社会的动荡 好人不得好报 反正 坏人的孩子 越来越好 还如鱼得水 这个国家 得挨老百姓嘛 得护着自己的子民嘛 可是这个国家 怎么是这样的呢 说这个 这个戏的走向 有人说 这有问题吧 这个 这对生活 什么态度啊 但是人家说 我们这戏 最终还是一个 是一种隐喻的 远 老展规的上吊了 嗯 然后 慢慢慢慢的灯 暗淡 但是 门外的 日光 见亮 哦 然后 远处传来了 团结 就是力量的那首主题歌 就那首时代主题歌 还有希望的隐喻 对对对对吧 对于新社会的向往 哎 这东西 所以我就是老舍先生的大讽刺 和大幽默 表现在他这三幕戏的文学结构中 所以您说啊 这个戏剧啊 我最近就沉浸在这个 仁义70周年嘛 这个气氛里啊 我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戏剧啊 它的独立的意义 是什么 哎 好比你比如说啊 我们也说生活化 对吧 但是我想啊 戏剧的生活化 跟电影电视剧的生活化 也不是一回事 那么这个戏剧啊 比如说他从这个 古希腊的这个 这个这个悲剧开始啊 他一定有他一个 特别的一种意义 比如说您演这个哈梅雷特啊 假如说今天的年轻人 没看过莎士比亚的原著 对吧 说实在的 您这个演员 您那么大段 这个翻译过来的 这个哈梅雷特的这个台词 第一次听啊 如果以前没有文学基础 第一次听 确实是 您说的再生活化 再通俗 他这个看看一遍 他都得那么深的哲理 他都得想啊 所以我记得 您有一次在座谈上 你好像还讲 你说戏剧跟文学的这个关系 它跟我们想象的 就是你比如说电视剧 演一个 大家谁都能看得懂 甚至于好像 我看这个 任意的这个当年 是不是曹宇老先生 是跟您说 还是跟谁说呀 他跟我说的 他怎么说 您跟我们说说 他说什么是好戏 不是剧场里面 观众的热烈的掌声 也不是他们的叹息 还是什么说 说这个 和你一起流泪 而是走出剧场的时候 带着思索 他最后他给具象了 他说思考社会 思考人生 思考命运 所以我就后来 我就特别注意 真是 有观众游 观众棋走出来的时候 经过大厅 下台阶 很少有交头结尔的 还在想 都没说话 都在自己的那个精神世界里 他在思索 这就是好戏 所以您说呢 这个跟当今社会啊 我觉得也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那天我看这个 请这个吕中老师吧 吕中老师给这个 仁义的新学员上课 这个新学员啊 提的问题很有代表性 他说老师 您说这个 让我们表演要有深度 要与人一起发和思索 他说可是现在 大家工作都那么忙 我们就是上了一天班 很多人观众 其实就是希望 轻松一下 您还让我们上剧场 在这医脑门的官司 在思索 他说的不是原话 但这学员 表达的就是这个困惑 我觉得吕中老师呢 他的这个回答呀 没有完全解答这个问题 但是也很有趣 因为这个孩子就是说 说你像我们现在 你看变形金刚啊 看什么美国队长啊 这些东西就让我们 疲劳的劳动者 得到消遣啊 对吧 得到轻松啊 然后吕中老师说 他说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 我就老跟我妹妹啊 这个在街上啊 学一些残疾人 就看你看他 这 试 或者他 这 这 这几个眼睛 学 他就特别逗乐 大家都 都高兴 回家也高兴 他说可是那个时候 是小孩 他说但是呢 等我们大了以后 就觉得呢 你那么学人家 好吗 对吧 就是你那么学人家 就是人家这个 作为残疾的人 人家有 你就说你有良心嘛 你这么着 娱乐 搞笑 所以我觉得这个 吕中老师 他是从这个角度 来解释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 你们怎么解释 这种问题 戏剧 当然有娱乐性 一定有闲情 才进剧场 火上房的事 掉脑袋的时候 一定不去看剧 那当然了 对 但是一个 一个一个富裕 文明 这个安 安乐的一个城市 的戏剧的那个空间 是一个夜生活的风景线 大人愿来看什么呢 什么理由买票呢 他用文化销汇费的方式 来走进剧场 他要看什么 他看 我简单说 形象的文学 然后一定要加文学 是什么呢 就是道理 人的道理 生活的道理 他的真相 你能讲清楚吗 或者你眼睛就是 我来想 我来想行吗 他那个求真的 那种人的本能 一定发生在 剧场的这个画框里 那么他才愿意来看 真的 像真的一样 那别的艺术也 他不像艺术 就是仿真性很强 你比如一个音乐会 它是一种情绪感受 可以有很多解读 交响乐 我说这个音符什么意思 不可定解的 但是话剧 或者是电影 表演艺术 它是要揭示 生活和人的存在的真相 或者是提出一些问题 供你去思考 才有光复 我刚才说的 走出剧场 也可能聊几天 因为又回到了 现实生活中来 从那个剧场的空间 灯亮了 大家可以自由散了 都开始 又进入到自己的 生活系统的轨迹中来了 但是脑子里还想着 刚才那些 还需要解的一些剧情 所以说文 这是文学情境吧 文学心境 它是形象化的文学 对 文学在白纸黑字中 是你要用想象去享受它 是独自的 不可以 也可以讨论讨论 你昨儿和 咱们俩都看一个书 那个你怎么理解 他俩可以讨论 就是俩人 这是上一千人 九百人 我们剧场是九百个座 九百人一起看 看一个瞬间 这个瞬间是有演员现场 他一起演 你一起 一块来看 对和不对 高下 他自己的理解 可能比演员还要深 或者是意会到之后 他会有快感 你想到了 我也有同感 他会觉得我和演员一样高明 我和老舍一样高明 他会快乐之极的去 去复应这个戏发生的事情 这是剧场性 我们一定要给予观众这种感觉 才要真正的话剧 就是我们光闷着他自个儿也自个儿得意 观众 底下磕瓜子不行 对 光是那不行 对 您说这个我特别有体会 就是说我觉得话剧是一个台上台下 共同创造的一个脱离世俗的一个空间 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在伦敦看 就是那个莎士比亚剧场 就是那个环球剧场 他们有一个户外的这么一个地方 都站着 大家都站着看 然后那下雨 下雨呢你是不能打伞的 因为你一打伞 你会遮到那个后面的人嘛 所以大家去看都知道要带雨批 如果你没有带 你就什么也不弄 你就在那站着淋雨 一点没有声音 然后呢 有人就晕倒了 晕倒也是旁边有救护队就背着了 啪把这个人给抬出去 但是特别安静 没有一个人会多看他一眼 一点都不受打扰 就是那一个空间 大家觉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法国人说电影 就是说是叫幽暗剧场的芬芳 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摆脱世俗生活 我要进到那么一个精神的空间 像仪式 而且你刚才说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大家很累 我就看一点轻松的不要去思考 我觉得可能并不完全是对的 并不完全是准确的 因为你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往往他现在要回过头来思考这些事 你看在就是很多人现在要去聊哲学了 反而很多大学里最受欢迎的是哲学课 怎么没有人生的困惑 然后哪怕在国外像这个耶鲁大学 现在最受欢迎的叫幸福课 年轻人要问我到底什么是幸福 我这个生活的争议到底是什么 就你会发现人不管处于那种心灵状态 哪种生活的这个日常洪流 他都要回过去在一个时刻 我到底是为什么 我是谁 我就特别终极的这些事情 所以你比如说要哈哈一乐 他有点像是一种麻醉 或者我在笑声当中 我暂时忘记了 但是暂时忘记 问题依然存在 对吧 相声里有这么一端子 就是说你欠人家二百余钱 人管你要 你是这么郁闷 我清相声去了 听我一样哈哈一乐 我给忘了 出了门又响起来了 还费两百块钱呢 所以 他有这个 所以我的观点 我是 就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现在到现在 就娱乐至死 对 什么 全都有 我觉得我们作为演员 你就不交易书下 我们作为一个演员 我们负有一种使命 我们要 我们负责提升 受众的 阅读水平 看戏也叫阅读 您这个阅读 您这个文学 对我理解戏剧有启发 所以我们 看了剧本演戏 老是有时候就会说 这个戏文学性不好 那指的是什么 文学性就是说 它对于你这个作品里面 所包含的 包括它反映的生活 你甭乱它真的假的 它所给予的 社会学的 文学的 以至于哲学的关照 就文学性不好 文学性好 那些老舍先生的这个 那太高明了 跟刚才说这个 到了第三部 那些个坏人 王立发有这个词的 什么词 他在怒问这个社会 长思也有长思也的问法 对 这个 王立发有王立发的问法 他 你现在 这个 小唐贴嘴 小刘麻子 还有 那娘娘 那什么 沈处长 他们怎么就活得 有滋有味的呢 有滋有味 不允许我吃我我头 他怎么 他就不允许我吃我我头 怒问社会 他问到了这社会的根本 他用的是这样的词儿 没用直白的 就是骂大街 对 发牢骚 那他就想不明白 所以我们后来 就演的中 我到第三部演了 实际上是一个坏人 捣动 古兵玩具 什么那个字画的 把人家 坑梦买遍 那些大师傅给坑了 坑两周 家伙 就他 在第三部的时候 就这个角色 活了 什么呢 就活得有滋 我就要演他 活得有滋有味 就是演反面人物里边 有我的生活态度 所以上场以前 我到处 我一直在蹦 一直在蹦 就哎呀 这个生活态 吃喝完了 一天到我 忙忙叨叨的 这一会儿 我还得卖给这个 娘娘 景太兰 那送送 哪还能坑谁一笔钱 这 这就说这个社会病了 讽刺这个旧社会 这 这种坏人 他们活得有滋有味的 哎 所以上场给 娘娘请安 娘娘最近得意 他警察了 武功东西 老地道 也便宜 摆在台上 在底面 您瞅瞅 你说 什么这 这皇上不是说话 就登基了吗 皇上都要登基了 你想 我这先给您道歇 我立马就去见 在这个第三幕的这个时候 各种怪异现象 都出来 你看光复他能模仿 他模仿了像与不像是有差距的 不是真的 但你就觉得 他有和我想象中的 谁谁谁挺像的 那仨老都是一样吧 他是艺 艺术 就是你的意念是什么 技术是什么 放在一起 你能 那个技术 能把那个意 给弄得 有趣 和观众的意 他瞪着眼睛 谁 谁晕倒了 和我没关系 我得看起 所有人 不许大声说话 营造真实的情境 这个真实的情境 是谁都不能够去破坏的 是戏比天大了 这时候天大的事是看戏 这个晕倒了 有人照顾他就行了 他是这么一个 就是说大伙不能误常 不能够怠慢 演出要认真 他都是为了这个艺术的真 那个艺术的意和意 每一个人心里面 得求的那个意思 他越高明 这些好 浅薄 直白 像老舍 像焦俊先生说 这个演戏 你不能够是窄胡同 轰珠直来直去 这事得有曲折就好看 女人的线条 为什么好看 曲折 曲折 对啊 他这个戏也好 美学 美感 他要有影 有意有扬 有顿有错 反正必须都有变 我看您在很多场合 就讲这个真 还有讲这个对 您说有 就是不希望说 比如说 我哪怕演一辈子 名气特别大 但是对不对这个事 我自己知道 就我看好多 可能是这个 谢谢 这个艺术也相通 我看过有一个说 雕塑家 或者讲画家 这些艺术家 讲到那个 加克美帝的雕塑什么 那些人说 他为什么那么伟大 因为他求真 说这个真 这个truth 对这东西差一分 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 但是我就想请教您 这个对这个真 到底是什么 它能言传吗 还是只能意会 就是每个人应该 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哈姆里 对生活的解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这是真的 但是我们在台上 其实大家伙尊重艺术 首先为主的是创作者 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 其实你仔细想想 我们拿到剧本 先在作家的白纸 黑字字里行间中 感受到他在写什么 同时你会想 观众会怎么看这剧本 实际上是我怎么看剧本 就是观众怎么看剧本 将来通过我演的时候 观众会不会喜欢 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 都连都在混在一起的 绝对不是 就说只有你喜欢 你的判断 其实是观众的判断 这都是一体的 所以说你刚才说了一句 特别好的话 就是共同创造 观众与演员 是一起在创造戏剧的 你何以有自信 你觉得你现在感觉到的 就是那927个座位上的人 感觉到的 对我一定是 他 我先要吸引他 我出场之后的 我给予你的关注 你要有 这是技术 这个技术是什么呢 你要是没有那点意 比如说 就前后左右 强弱 高下 快慢 等等的 这意的变化 这个东西尺度是 拿捏观众的尺度 首先我得让你看 看完你就不能离开眼睛 这有什么绝招啊 我演配角 我都知道 你一定要关注我 拿书秀文阿姨做例子 书秀文老师夺利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 就是40年代大明星 他到了北京人意怒活 然后他刚一来 先演配角 他演大字元 那么大明星 对 那么大明星 成果四大 他演那个大字元 列宁在上的说话 演讲 他那大字元 打的让苏联 当年的有苏联专家 这是好演员 全台 他是好演员 就 大家伙就惊了 说苏联专家 专家为什么认为他好呢 后来我也没在现场 我就听老人讲啊 说 只有小角色 没有 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就是每一个角色 你是配角 你是群众演员 你不许破坏那针 你在那针里 烘托那针 你起到了审美作用的话 你就最好 他是怎么着呢 列宁在康泰 这样的演说 给工人演说 他那大字的 大声小声 他配合在列宁演说的台词节奏中 烘托起列宁的演讲的那个情绪 我的天哪 这是书绝文阿姨 是一个他第一次演话剧演配角 但是他是上海 谈的大明星了 那你就说 他在这么一个小的角落 楼梯底下 人山人海的那个群众 在听列宁讲话 他用大字 烘托起列宁 让慧眼的观众 哎呦 大字元这个声音 和这台词 怎么那么美妙 哎呦 您说的这个 就让我知道 我过去太吃亏了 很多看点 所以这又涉及到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我们给这个老百姓提供的 种种文化产品啊 就跟那个这个桌上菜 就各有各的这个营养 但是呢 我现在觉得要 很多时候我们的混淆啊 在于你要分开了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脱口秀 但是好像还比较少有脱口秀 就是说 我们一个段子讲几十年 那天呢 我听见一老北京 讲相声 哎我发现 这他说的也挺有意思哈 就是说 他说这个相声啊 我们真听相声的哈 不是听那个新相声 就是现在是 你知道这里边 我 你像我们做节目的 讲内容为王 你没有哪个观众 想看我们这节目 看第二遍的 就是那因为我们主要 要输出不同的内容 但是你看啊 像一到了某种艺术 比如说戏剧 或者说 比如说是咱说 这个侯宝林的相声 马三立的相声 他为什么艺术发展到 某个程度上啊 他就您刚才就解释了这个问题 就为什么可以一遍一遍的 演几十年 演几百遍 其实这种文化 你比如说像伦敦西区啊 或者那个那个百老汇 他为什么游客去了 天天在那演 就同一场戏 这就解释了 你看有些艺术啊 是就是你要需要不断的更换内容 但是你看也有些艺术 可能就是同一遍 你可以重复的看 每一个人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啊 你像这个打字机的声音 我可能你要不说 我得看到第五遍 就为什么他们精雕细琢 为什么千锤百炼 他就得耐得住你这么多遍的看 而且你还要创新发展 每一次演你还得不一样 对 演员跟观众有一个交流 这个是观众看不出来的 但是演员心里永远是有观众的 包括我们舞台剧的演员得益于什么 他心里永远有观众 你就是在拍电影的时候 你也会想到将来这个时候 我跟观众在交流什么 在荧幕前面 我传达出去的这个意思 他们会怎么反应 当然你到演的时候要忘掉这些 可是在舞台上绝对是有的 有一演员叫刘德凯 台湾子 我们俩拍戏的时候聊天 他说我就迷恋这个舞台 我们背着行李下去演出去 他说你就坐在台上 你这手指子一点动作 观众点舞都会有反应 这就是戏剧对于我们的吸引力 还有一个刚才说那个 刚才蒲哥说了那个书秀文 我给你举一个还是茶馆的例子 一个哈琴 剧本那可没写 第一幕 康六卖孩子 你在场上呢 15岁的大家头 实际上虚两岁 13岁 卖了五两银子 给康六就给五两银子 那么养那么大的丫头 大户人就卖 卖个谁 卖个一个太监 庞太监 庞太监 什么社会啊 太监都要娶媳妇了 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 13岁就交得到她手里了 咱们现在人包括长岁 还有通情心 还有一个反应 焦俊英高明就高明在这儿 卖孩子那个康六下场的时候 舞台上一点声都没有 只有一个人睡醒了 在这抽烟之后醒了 非常舒服地打一个哈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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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打了 就要打得极其舒服 为什么 就是 刚才这些事 他就不关心 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麻木不仁 群众的麻木不仁 就是这种反乘 他就 就这一点他告诉你 就周冲这一点 这么一最基本的人文光怀都没有 这个 最后 长四爷说了 我看这大清国是要玩嘛 这导演个处理 演员怎么办 我当时在 试了四五个演员大概 嗯 前面几个都打得不对 一个 啊 这这不行 这个 又会 啊 还还不行 这这不行 又 那是夏淳导演 就 又打得极其舒服 极其舒服 最后 有一叫张青山的 你要非说人家是小演员 还不是演员 啊 他是演员 张青山是演员 是是是是演员 我不认识 演了很多年戏 但是没有特别出彩 就这哈姐出了彩了 哈哈哈哈 我就是别人谁也打不过他 太牛了 哈哈哈哈 哎呦 这我就理解 这厂家得找他 打哈姐 没错 这少口那些人 哎 您说 我就理解 您刚才说这个树行了 就是 你要真的是出神了 学得出神了 他这个观众一下子就进去 我们树形 首先是树心形 哎 就是我们 我叫附体 你从心理上 你一定要变成那个人 我曾经演过一个小景乌顿 一个卖鲜代鱼的 这个 当时呢 特殊时期呢 他们家出身不好 老二是看不起 受人家挤得看不起 结果他那二叔呢 就说 你呀 他把他这侄子找来 说哪天呢 你就冒充一个解碰军 上我们家来看看我来 就告诉他们 我们家里有 当兵的 我们家出身 也没那么差 结果呢 这个卖鲜代鱼 这傻小子呢 又傻 又笨 胆又小 所以上来他有那么一段 他说 二叔忙呢 战备工作这么紧张 好不容易 才请了半天假 我们首长说 你二叔 不是尝到我们部队 来的那位老同志吗 就这么一段词 二叔 忙呢 你要把他鲜明起来 也活了 怎么办 就全面那四个字 我们塑造人物 第一就是说 这个附体 你必须要 找到他这感觉 你变成他 以后站着坐着 握着走着 见着谁说 全都是这人的这个话 哦 他自然了 所以我就一直就 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说 我怎么变成他 那会儿还骑自行车呢 一边骑 一边就说 进门说 二叔 忙呢 不对 这傻小子 不那么说 咱们那个小杜 杜恩和 我从他那找着了 因为什么呢 他见人呢 老讨好 忙呢 我就见过这样的人 他还挺高兴 这个北京那孩子说话呢 还有点大舌头 二叔不叫二叔 啊 呜 对对对 他就是吃字 对 所以这吃字 又出了一个 进来一个号 你看他穿着是解放军的衣服 背着包 整整齐齐的 结果这解放军呢 还得给人家 鞠躬 那会儿鞠躬带打签 没有完全变过来 打签是这样 到后来呢 就不这样了 就这样 歪一边 再往后呢 就光往前搭了脑袋 哦 盲呢 是是 盲呢 这个 所以摸这个 又见着啥不过去 就这样 呜 盲呢 就这个 我就琢磨 盲呢 我骑紫行 呜 盲呢 就这功夫 有一个人 我就晕进去了 入镜了 有一个人 骑紫行车 又旁边过去 给我一句话 告诉我 神经病 我这才醒过来 哎呦 这个 你们是画家呀 这是 又身体 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就是画家呀 去描谋一个 画家 当然你看的是他外形 对对对 好的画家 能让你看到他的心里 能看到这个意 哎呦 这个真是不得了了 这个你也就复兴 然后后边呢 你就得给他改成这 背书 人家给他写的手 他自己写手 就是战备工作 这么紧张 我们首长说 你二十五不就是长 那我们部队来得 那位老同志吗 人很老实吗 我什么呢 然后他就 就变成这么一个人 树心 他先是心里 你要变成他 活灵活现 而且您上次 刚才讲一个 我觉得那更高了 我觉得这个 就是在艺术上的 很多非常高的 这个境界 我好像也是听您说的 就是说 也是舒秀文老师吧 是说 后来是李婉芬老师 演一个什么 骆驼翔子 对吗 演骆驼翔子 演完之后呢 舒秀文老师看 说看了完了之后就说 哎 你演的挺好 这个李婉芬老师就说 哎 哪好啊 这舒秀文老师说什么 不告诉你 告诉你啊 下次就不好了 真好 我 这个太厉害了 一直记到现在 对啊 我觉得这个非这个演员 他 因为我主持人都有这个体会啊 你要意识到 你比如说观众夸你什么地儿好 你下次这分寸就不对了 对 你有了意义了 你一强调就坏 这个例子可以就是 这我们在文艺学习 哎 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个 你 就是 创作本质上 是记性的 嗯 本质都是记性 今儿咱们在一起 聊天 必须记性 对 你一个这样 咱就随随便便聊啊 帮我复旦啊 到我这儿没什么 那个任务 这都是我说的话 对 你就想希望 到你这儿来喝茶的 茶客 对 要记性状态 对 碰什么是什么 对 简介由导演 由导演后台简介 不简 爱怎么演 不简 对 不是 他这记性状态 实际上是 创作的一个规律 对 好像您刚才说过 是玩什么 对 真的 你贝多芬 多少遍的演奏 但是 百遍听 他希望获得 记性状态的 对吧 这个我们这记性 是没法不记性 但您那个记性 是多少遍之后 但是 每一次还想 你想梅兰芳先生 就是那个老是京剧的 人也就是百看不见 是为什么 树在那儿 我的技术决定 我每一次都是记性的 树 这就很高了 我不是 叫什么 我们话剧不叫 拷贝艺术 拷贝艺术 卡卡卡 每次都一样的 对 出胶片 拍一次 这个就行了 我们常常演 说的一样的词 演的一样的事 但是 你每天要 你那个技术保证 你每次都真 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难 就是我们一遍面排练 一遍面排练 都是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你比复林 再来一遍 你复林 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情感戏 特别难演的情感戏 这个东西 你要达到技术 你比如说 于世智老师 给我们讲过课 我还在空军呢 空军话就干 然后世智老师 来讲表演课 他讲了好多 我就记住一句话 他说 你甭信那个体验 哇 我们都觉得 我们要听他体验的授课 就是一个演员 表演艺术 你一定要体验到人物里面去 我们就想奔着这个体验 他说也别都信这个 你比如说 我演那个小妞子 就是 小溜麻子要带着人来收他这茶馆来了 那个摩托 那个吉普车 那个刹车的声 像是一个恶 恶号 然后他就 爷爷 你倒是带他走啊 带他走啊 那个是感情戏 对 快点逃走啊 坏蛋来了 他说这点是难言的 可是他又使劲地搂着 那个小妞子的肩膀 但是他自己又跺脚 倒是快走啊 他说我每次演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一边说着 我就是演得好啊 然后有的时候 今天不答对啊 他就讲什么 那这演员有第二自我 就是你投入到角色中间 还有一个审视自己 调整自己 支配自己的演员性 演员的本性 你心里也在观察你自己 他就是意思是 你们别人 好像觉得自己全是真的 不可能全是真的呀 你是假扮 但是你必须有办法 所以林兆华后来发展这个道理 就给我们讲 装龙像龙 装虎像虎 你把那个龙和虎 不要在乎 你要在乎那个装字 你再怎么像 你怎么可能是虎和龙呢 对 但是装是技术 所以我在讲 演员从基本功开始 刚才你说了一句说 光复老师也在说 我们这行法没技术 人家音乐有音准 有节拍 有节奏 然后舞蹈 有那个把杆 什么什么 都有标准 那戏剧演员 那扮演成事 话剧是什么呢 话剧是刚才说会模仿 等等等等 但是话剧的技术 在基本功层面上 是要有标准的 除了台词 还有身体 形体的支配自己的力量 支配自己的这种 就是协调性啊 什么等等 控制啊等等等等 会使用的 然后你还有说表演 表演什么的 真情的 每一次都是真的模拟 模拟的每一次都是真的 就事实老师说 我每次演观众 都会被王掌柜的 这一刹那感动 但是作为演员本身 他还在知道自己 就是演得好 和演得不好 这是表演学中间的那种 就是要解析演员状态 这个内心体验 很有意思 但是他的技术 一定保证观众 每每会感动的 他就是 其实技术就是摟住 然后快让他走 我就不让他走 他就是两 身体上就两功劲 情感上呢 就是说 就是跺着脚的说 快跑快跑 可是我不舍 不舍 就这两个 你像咱们中国这个书画过去 有个讲究 就是叫熟后生 就是说 你要是写的 写的太多遍了呢 你是写熟了 但是你没有那个生劲了 就是说 你能做到啊 这个千万遍之后 每一次写 还像第一次写一样 这个怎么做到呢 陌生感 就是陌生感 就把自己的经验 他不陌生了呀 问题是 你比如说 我们 自欺欺人 彼得布鲁克 这法国大导演 然后他 他来演戏 那么我们就看 彼得布鲁克 空的空间 反正他是大导演 那演后座谈 那人家演员 有句话说 彼得布鲁克 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把我扔在化妆室 不要带到台上来 就是你不要带着 导演的意识上舞台 上舞台就是你 全身心地去发挥它 不要去想标准 想排练 就想 你这套特别好啊 好 我就演这套特别好去了 这就有问题了 把一切一切 扔到化妆室 扔到了 然后 每次地重新来过的 那种能力 你比如说 如果说今儿个 咱们如果有好状态的话 咱们现在pass 然后歇五分钟 十分钟 从头聊 稍稍想想 刚才一开始 怎么进入的 好 再来 我们仍就带着这种兴趣 互相地去找 导演在后台简介的时候 八九部历史 你们说的都差不多 第二遍和第一遍 都可以捡进去 这个好玩的事 您给我们出了个主意 比如说 刚才突然间的录音 咱们今儿就这么开始 对对对 比如说 比如说 录音 坏了坏了 马上叫停了 我刚才那扭名案 咱们都没录上 咱们再来一点 我要扣钱了 我们还能够重新来过 这是我们的水平 那就是你们的水平 不是我们的水平 我们就没解 然后我们就是大概 控制一个提纲 我们再聊 没人比刚才聊 又出新的想象 回忆 然后那个灵感 您不是有时候说 您之前好像有 就是您这个表演 也有一个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个过程 然后您说 您在有一个时候 就通了 您刚才说的通 通了是您刚才说的那感觉 对就随意 随意全对 您比如说 这是我讲课里面的一条 就是我倒听图说 盖教天嘛 盖教天说 表演若按十分打分 三行六劲 心以巴无 一则十 什么意思呢 有模有样了 这孩子能当演员 三行 三分 学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快毕业了 六劲 就是亮相 词准 千尔元 能上台了 六分 然后真成好演员了 走心动情了 心以巴 有心动情走 走心动情了 已经到八分了 无意做事 想怎么演全对 那个弦跟着你走了 你不是跟着弦唱 这你是演员 这是大角 自由亡国了 是 对啊 这个丝骨和琴弦 盯着明角走 他跟着你 对大演员 那个气全是顺通唱的 又不预矩 不预矩 他全在节拍里 但是我多一拍可以的 多一拍 这戏谜真听着了 哎呦 我这辈子没听过 没先生这么唱 哎呀 我今儿没白来 他是这样 他诚心就拖 多一拍 多两拍 琴时跟着你 不折不扣的 这是自由亡国 您刚才想插什么 就是说这个话剧啊 它最早不叫话剧 叫文明戏 是 文明戏呢 还有一种形式 我们都没看过的 我们居然有几个老演员 过去是演过 这个目表戏的 什么叫目表戏 一目两目的目 表格的表 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 但是他告诉你 你们四个坐一块 你说一什么意思 他说一什么意思 他是反对你的 然后你们谁跟谁 发生争论了 最后你们四个人 意见要达成一致了 上去吧 演吧 就这么着 目表演 你的这节目 挺像目表戏 我们有 有 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 传播传播就像了 对对对 这就特别鲜活 我 到仁业以后 你像跟着什么 赵树啊 这个沈默啊 这个演功 有填充啊 一起演戏 他们全都是这个 每一回都不准 但是每一回都给的你 特别真 他不是按照词给你的 按意思给你 所以他就有一非常 作为演员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你要听他说 你要是不听他说 你可就演不了了 这个戏 演戏最重要的是听 而不是演 哎呦 您这个跟我说的 让我联想起 就是您刚才讲 我们这个活啊 就上次那个 我跟那个 崔健他们乐队的见面 他那个Tree Sucks 叫刘元 刘元就是最喜欢这个爵士 他一见我 他就说啊 我没太听明白 他说你做的那个 那个聊天那个节目啊 就是爵士 我听了之后 我不太懂 后来我就 最近我就听大量的听 然后我就问他们 这个懂音乐的 后来听了听完 我就发现啊 还真是这么回事 他就说这个爵士啊 其实就是 你这个几个人的交替的诉说 即兴的 就爵士的这个灵魂就在于 我说你们没谱吗 他说不需要按照谱子来 就大致有一个约定 哎呃 我说那这个这个对不上怎么办 他说不会对不上的 就你 你你你 你开始你跟他 就等于咱说敲着鞭鼓 他他聊完了就跟咱这一样 到你聊了 我给你敲着鞭鼓 你还可以转调 你可以跑题 就是每一个人说一段 哎呦 我觉得跟您说这个什么表 目表 目表 都有点像 哎呦 这种戏呢 在大剧场很少见 但是你到这个欧洲啊 或者哪个 这个戏剧节 街头剧 街头表演 常常是这样的 它是散乱的 和观众现挂 对 现斗 对 这个东西 现斗 哎 我说到这个 我就想问一个话题 不知道算不算有所冒犯啊 就是仁义是我们心目中的殿堂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在北京 九十年代末期吧 我那时候经常就往那儿跑 看仁义的 而且但是对我当时 一个懵懵懂懂的 这个大学生来说 很吸引我的 又是轻易小剧场 实验话剧 就是我看了很多实验剧 实验剧 你比如说我印象还有的 就是像那个马前泼水 他们把金剧改成了话剧 然后还能走到观众中来 包括那个什么 《放下你的鞭子》啊 《卧一彩客》那些 就是他们实验着 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个跟仁义 就是如果 这个算冒犯的话题吗 如果提 不算 我自己演过 唯一的一次小话剧里头 我想尝试这个 就是我目表戏 我倒没那么想 但是我在中间里面 弄出空间来 在跟观众线聊 我爸坐在那儿了 我演着演着戏 我爸呢 这是我爸 就敢这么演 聊着聊着玩着这样 然后呢 哎 谁来了 孟金辉坐那儿呢 就 哎 我看着他了 我就来 我接着再演 或者聊着聊着 反正就线挂 线挂上场 线挂上场玩着 但是你有你有程序 嗯 有编排好的东西 然后你马上引进了 引住了 就这个东西啊 是孟金辉那点 那狗 狗的两个狗的 生活里头有 我坐底看 我说我能 我有能力 像这俩演员那样 那我在 我自己尝试过 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破 艺术审美中间 有这种破格也好 或者是 就是 其实我们也讲 何无情理 出乎意料 这是文学 或者文学艺术 那个所妙之处 出乎意外 肖先生把他做到理论中 就叫恰当地 遏制观众的期盼 拐弯 都等等 他就是妙处啊 那你刚才讲目表戏 好 记性的 我们不太适应 对啊 我觉得这很难 英国导演 来给我们捣暴风雨 我觉得我 六十多岁了 我接受一下 英国导演 知道他是比较前卫 或者新起来的导演 他们英国式的那种排气方法 做游戏 来形体 来了 开始就演上了 我们是先 词儿没有 我不演了 他说不要 词儿不重要 你就来 我就在 非常生硬的 跟英国导演 干了有一个多月 我终于终于差不多了 但是又不太 不太 就是词儿还不准 我老子 因为我几十年演戏的 教育系统 我的经验 就是我必须 我知道我说什么 而且我去发挥 我这说 他说说不重要 因为他也听不懂中文 他想瞪着眼 看你眼睛里的 有没有他要的东西 我要没有词儿 我没有啊 他说 我先看你的眼睛 把我整得很厉害的 一个月 他希望我们不要 其实他讲 你们所有的眼睛 不要离开对方 跟谁说话 就是他才能够判断 你是不是真的 我们经常演戏 可以 对吧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可以跟 看过 我们可以看着观众 去对话 他不要这个表演 他说你不要 开放式的表演 等到合成了 该上台了 他突然间 最后一天在拍摊的时候 你们现在可以 开放式表演了 而且他改变了 很多很多 支点和布景 哎呦 把我这个 我印象跟他发火了 我发火 不会 这个 那样发火 我突然冒出一句说 你不让我们这么干 谁敢这么干 我就喝茶去了 他知道 知道我生气了 你知道吗 我都快见观众了 你专门一个原则性的改变 那我们都建立习惯 你就这么眼前 非常强烈的 个人交流 绝对 没有那个 那种 舞台感 你一定要真实感 突然就是你们可以 爱怎么演怎么演 你们眼睛可以 开放式的 那我又不适应了 他特别想要 既性状态 我们切成 您说 这要是探索到这个程度 包括咱们刚才讲的 在一个细节上 千锤百炼 哎 中国有学朗话 叫知音少 闲断 黎古禅师机下大 比如说他从古希腊的悲剧开始 那个加克美帝的雕塑 盖酒天嘛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 成功四大 叫知音少 实验话剧 放下你的鞭子 我一茬隔壁行吧 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 在有没有 本节目由给你深度好睡眠的喜临门床垫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斯特东方韵特约播出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